天儿 道理你要记住 长大了要学会心狠 孙儿明白了 来人 老夫人 大蛇她的腿扔在渔船上 下半辈子 不用再上岸了 这让管家一脸猛圈 要知道自从范贤来到府中 老太太从不将她放在眼里 十八年来不管不问 殊不知这一切 竟是祖孙俩演为一出好戏 而让他们不再隐忍的原因 是因为一场暗杀 费姐回到京都以后 范贤的生活就开始变得无趣 他走了 反而是好事 他留在淡州 就会把京都人的目光 招你过来 我会有危险 如果 红甲骑士 出现在淡州的街头 真正的危险 也就来了 显然范贤并不知道 红甲骑士意味着什么 但从这一天起 等待就成了范贤的日常习惯 母亲的死去 让他对京都有太多的义务 这一等就是二十年 红甲骑士终于出现在他的面前 范贤终于要开始期待一种新生活 京都不是什么好地方 禀阳死的京都 留在淡州 运会长鲜 可是他们都在外边跪着 让他们跪 跪死了 以他们收尸 虽然范贤不理解老太太的用力 但也只能听话赵左 可次日的一场暗杀 打破了往日的瓶颈 范贤只看了一眼餐桌上的竹所 就发现了问题 今儿新鲜 哪来的 问你话呢 说话的功夫 范贤就将整盘竹笋吃得一干二净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离开 刚走出房门 他就将竹笋全部吐了出来 与此同时 府中的下人们全都瘫软在地 好在范贤医术高明 知晓解读的方法 范贤此事觉得大事不妙 他猜想老哈定是被人劫持了 若是红甲骑士就这样冲进去 老哈性命难保 于是他便让红甲骑士回复保护老太太 万一对方是想要来的调谱离山之际 随后范贤孤身一人来到老哈家 果然不出他所料 老哈被捆绑在柱子之上 就在此时大门突然被关上 同时出现了一人 这人就是监察院的藤子精 两人一见面就扭打在一起 几个回合下来也难分高下 范贤一刀划过藤子精的前胸 不料对方顺势就扔过来三把废刀 二人都受伤倒地 随后藤子精缓缓起身 你说 我毕手上下了不过 没想到话还没说两句 藤子精就没了力气 这么巧 我刀上也涂了药 不瞒你说 我从小被毒打 普通的毒对我来说不起做的 范贤问藤子精受何人指使 监察院命令 诛杀国贼 范贤一脸猛圈 他将师父留给他的提斯腰牌拿了出来 这么说来二人算是一家人 藤子精一世间竟有些迷茫 究竟是哪里出错 我这么一个私生子 我怎么就有资格成为国贼了 因为我长得帅 看来是有人想要知范贤于死地 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 范贤决定亲自前去京都 探查整件事情背后的阴谋 事后还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 关注时光 一起追剧吧